那什么样的房子最保值呢 其实有人说水岸宅好像不错 我们看到这个双北的水岸宅 其实很多 但是价格都是抗叠的 韩主姐去看了很多的水岸宅 对不对 对 尤其是像我们今天讲到 就是父母跟子女之间 这个赠与继承嘛 那事实上我觉得说 当最后父母他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一定想说我住一住 然后希望可以很保值的 给我的小孩 变成传家宝 对 所以其实像两代住起来都开心 那其实当人到了上了年纪 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其实需要的是宁静 所以很多就是这个换屋族 父母就会选择住在像是这种水岸宅 第一他们有景观 然后小朋友开始也可以慢慢说 第三代甚至可以也是带去河边玩 对 接触大自然 那所以其实讲到双北市的水岸宅 我们就整理一下 讲到双北市水岸宅 大家第一个会想到是哪里 一个很指标的 就是所谓的台北市的大值 像大值这边在这几年 其实已经有杂志整理出来 大值已经挤身在台北 前三大的豪宅区了 所以接着我就要带大家到 大值去看看 究竟这边的水岸有什么魅力 可以让大值现在成为 是台北市制产的一级战区 讲到双北市水岸豪宅的指标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值 因为这里是重划区 容易规划大平硕的豪宅 除此之外还有美丽华商圈 重点还有最招牌的基隆河警官 有警官 有机能 有捷运 因此许多政商名流都住在这里 尤其是在今年 许多豪宅社区成交价 已经超过每瓶200万元 近身200万俱乐部 成为台北市一线豪宅区 最早推案的时候 一开出来价钱叫50几万 大家也完全听不懂 这个地方怎么可能会有 50几万的行情 就后来经过这几年 大家比较知道景观的价值之后 最高曾经喊到平均150万 那当然特殊的案子 就拥有那种360度景观的 后面是山 前面是河 就风水来看 就地段条件来看都不错 又喊到两三百万的价值 大值这一带最有话题的 就是这里 外形看起来非常的现代摩登 它是目前大值最新 而且是楼高最高的豪宅 它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于 它有五星级饭店的酒店式管理 这里住户来头都不小 像是西华董事长刘文志家族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都住在这 今年甚至还有水龙头台商 一口气炸下8.4亿买了三户 内科的一些高阶主管 它都会就近来买大值 它都不见得要到信义计划区 去跟人家值 所以它就形成一个新富的 尤其科技新贵的一个聚落 不过想要买大值水岸豪宅 动辄两亿起跳 所以目前还剩一半 大约一百多户代售 短期内点灯率要提高并不容易 要等待的是口袋不止深 更要超级深的金字塔顶端客户 这大值看起来感觉就是真的 整个街道很宽阔 然后很舒服的一个环境 台湾很多科技名人 都应该就是就像讲的 就会智产在大值这边 这么多地方里面 它就是选大值 这大值我们看到它有多抗跌的 它的这个目前 它就在中山区嘛 目前周边行情是 一坪大概是73.6万 区域行情是 一坪大概是63.8万 它的价差有到15.4万 只要是水岸宅子就这样 价差到15.4万 为什么大家会 这么多科技富豪新贵 会跑到这个大值区去 这还是区域均价跟周边行情 那讲到河岸第一排的 大值河岸第一排 那比比皆是都超过 一百五两百万以上的 这个房价 那问到大值刚好是这样 因为它的最关键的时刻 就在民国94年 一直到103年 供逢其胜 我大概那个卖了几十间 几十户的豪宅 河岸第一排 各位你知道大值河岸第一排 有几户吗 323户 也就是说 你想去大值河岸买 就只有323户给你挑 然后四楼以下 你都先不考虑的话 那又更少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河岸宅 它是一个稀有的一个产品 那为什么要买河岸呢 你知道吗 住在河岸第一排 我们住在台北市 你买再好的房子 要不要窗帘关起来 晚上回家要不要关窗帘 要吧 因为对面都看得到你家嘛 只有住在河岸宅的第一排 然后没关 晚上可以通天打开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一窗景观值多少 所以前面 那个流水缠缠 水带的是什么 是财 对不对 所以呢 然后流水缠缠 代表是气场正盛嘛 所以你看了就开心嘛 你看了就开阔嘛 那事实上那很少 而且那个没有压迫感 所以河岸第一排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吸引力 当初我卖那些房子啊 事实上都是用抢的 一间出来都五六个在抢 事实上就如此 那我们再看看 因为这样一个水岸宅 它其实陆陆续续在台北市 在新北市就蔓延开来了 我们来看到 其实过去我们也卖了很多 是在币坛的那个 币坛有约 因为它旁边有一栋 蛮有名的币坛有约 事实上它跟捷运共购之后呢 其实我看起来 在目前新店里面 相对在抗跌 跟需求性很高的 就是币坛有约这栋 大楼跟它旁边那几栋 因为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整个币坛的也蛮不是那么多的 所以在币坛它的抗跌 相对最高还有卖到 接近快六十万的 以目前的市场 一平 高楼层 已经还可以卖到 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当然还有很重要 币坛那边是不是 对啊 币坛啊 大直那边的区行情 其实三点六万 有点低估吧 那个核岸第一排的话 那个是群家 大直区啦 不是核岸第一排 核岸第一排的话 大概是在多少 他也不是在讲重化区 就是大直的重化区的话 那全部都百万以上嘛 然后核岸第一排的 都是大概一百 一百五一百八两百以上 因为呢 我们就带来看 我们看一看到 就是大直现在是两百万俱乐部 真的是想都没有办法 你看我们整理出这边 三个蛮指标的案子 首先来看这个带XX 你看都站稳在两百多万以上 但是呢 其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它算是第一代 这个带XXXX 它是第一代的大直的豪宅 像是台阶營董事长张周萌 在搬过去 我刚才带大家看的案子之间 他就是住在这里 所以这间呢 这间非常的有名 他们就是把前面的花园 公园把它买下来 把它买下来的那一个 所以呢 即便你是想要买这个第一代的 大概你口袋还有一百六十几万以上 一瓶喔 这是历史高价 但是呢 最夸张的其实是出现在这边 你们看到平均成交价在一百八十几万对不对 但是呢 在之前景记好的时候 这个最新就是我刚才介绍的 这个饭店豪宅啊 它最高一瓶来到 两百九十一点九五万 你要去挑战台北市的天险 因为目前呢台北市一瓶最高价 大概就是两百九十几万 就是差一点点就可以越过那个三百万去了 但是呢我们讲到这边 沁雪经济你会不会觉得 我们现在在这边讲一瓶一百多两百万 是不是距离大家都太遥远了 好远了 是很遥远 对 我们只能可远观不可惜的蜿蜒 我们现在可能还要再奋斗个五十年 一辈子大概没有机会吧 你不能这样子 我对你很有信心 我期待你去买了大纸之后 带我们去开party 烤肉啊什么时候 就一直住在你家不肯走 好啦所以其实刚才叶老师他有特别提到说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智产水岸宅 需要一个CP值比较高 我们就是真的有可能我们可以入手的 特别就是提到在壁潭 其实在壁潭这一带我也有去看过 他那边整个生活的景观是很好 特别是壁潭那边是有山有水 你是真的可以去亲近那个水的 那而且呢 其实在新店大家想到就是说 生活机能也已经是够成熟的 那其实他的这个价格 大概六十几万左右 都还蛮合理 所以呢我今天就要带大家去看看 在壁潭这边到底住起来是有多舒服 全天事务所今天呢是带你来到壁潭 哇看到这样子蓝天白云 好香好水绿盎然 是不是觉得心情超好的呢 所以我觉得我好羡慕住在壁潭附近的人 对啊像以我一个个人赏屋的观念的话 其实房子本身里面的装潢的话 是可以靠金钱去打造 所以你只要有钱 你想要做成皇宫也可以 但是像这样的自然环境 是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的 好像价值性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 而且其实房子本身就是location 一个好的地段的话 会相对来带给你的价值性跟保持性会不同 那有这样的自然环境 去做一个加持的话 它相对来讲价值性保持性也会比较高 对于老人家或是家里有长辈的人而言 其实每天早上来这边 就可以做运动啦 散散步啦 对啊像有些老人家喜欢爬山的话 这里除了河面山可以去做一个爬山 那我们也有石头山 登山步道可以去做一个散步爬山 那小朋友放电呢 小朋友放电我跟你讲 这边整个河岸景观随便它跑 随便它跳 随便它玩耍 对 也有出租自行车 可以骑驾踏车去 那可以到我们前面的阳光运动公园 做一个玩耍散步空间 保证小朋友每天回到家就直接躺 睡在床上 对 那夫妻呢 夫妻的话两个人可以坐在我们的咖啡厅 或是我们的餐厅 享受两个人烛光晚餐 完美的一个结果 哇 所以感觉住在碧坛这边的人 真的很幸福耶 碧坛就在附近 而且出来走没几步路就到新店捷运站 对啊 像这边的话距离新店捷运站 大概200公尺的距离 走路的话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达 那不管这里除了捷运以外 它还有34线的公车 那我们公车的话它可以到达像我们台北市 甚至到我们的桃园机场 都可以坐我们公车直接到达 那如果是开车的部分的话 我们开车的话它一分钟就可以上我们的环块 那可以直接衔接我们的北二高 北二高 那它可以到达我们的 顿廊商圈的话大概10分钟的车程 就可以到达了 其实相当快速的 那像生活机能呢 生活机能的话 这边就是我们的光明界商圈 它有一些传统小吃和美食 就从早到晚都不怕没东西吃 上网搜寻都可以搜寻到的一些美食小吃 那其他呢 比方说我想要采买 或是我想食衣住行娱乐 我全部都要有啊 其实像离我们这边最近的 还有我们的大润发跟全链 我们走路过去大概2到5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到达我们的大润发 豪宅本身它其实不是只有 外观漂亮就好跟地点好就好 它其实在结构本身是很重要的 因为结构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的部分 那这里的话它是采用SRC的一个结构工法 会比一般市面上RC来得好 那也会比SC好 因为它结合了两种本身 那它相对来讲它的成本上也是会是最高的 而且这边的话它用到利钛混凝土 那它柱内的部分用到1万磅 一般正常的经案可能用到三四千四五千而已 它等于是多人家一倍以上 那在整个结构安全上是会比一般还要强哦 哇那这样真的是迫过期待赶快要去看格局了 那我们走吧 好 来 韩主可以来看 像这间的话它是把餐厅跟客厅做一个结合 那做一个中导的方式去做一个穿透视觉 让民主人在家煮饭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客厅小朋友在玩耍或看电视的一个状况 而且这样子整个格局整个视觉可以很放大 整个客厅就是有这样大面的落地窗 看出来的景色会是什么 像这边的话它有规划一个前阳台的设计 阳台看出去的话整个景观就是我们碧潭山水景观 哇那这样更是迫不及待要看主卧的景色了 那我们这边请 好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主卧室 像韩主这边一进来的话正常都是一个走道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边可靠旁边在这里规划一个秘帽间的一个使用 也这边它都有做一个置物的一个空间 去做一个规划 那再进来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浴室的一个空间使用 那这里的话它是规划成四件事 一般可能浴室它都做成一个干湿分离 跟一个马桶的空间而已 那这边还有做浴缸的一个规划 浴缸的一个规划 因为通常像这样子的住到这种家的女主人 都会很重视整个待在那个浴室的时间 一待可能一小时 没错没错 她通常都是还要泡澡啊还要干嘛的 所以那可能时间上会要更久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主卧 韩主你看这里的话算是少数有双面采光的一个规划 那它这里的话它是做一个隐藏室 隐藏室的窗户的一个设计风格 所以其实真的可以让这个整个主卧变得更加的明亮 对 而且它主卧看出去的话就是跟我们客厅一样 是一个碧潭山水的一个景观 真的耶 用这样子很棒的景观 回到家才会真的有放松的感觉 而且呢 其实今天真的算是上了一课 原来呢 因为房子不是一昧的追求 要在档黄区或者说打坪树 其实呢 拥有真正天然的景观 才是用金钱买不到最棒的价值 这样住在水岸宅旁边真的是就好像在度假的感觉 对不对 在家里头 这个问我其实最清楚 因为我其实就是住在水岸宅 你在山崇的水岸宅 所以真的是很多喜欢这个休闲 然后生活比较有品味的人 好像都会喜欢住在水岸宅 你知道住在那个水岸宅有一个很好的好处 就是高 然后那高呢 你看到那景观以后 外面的城市的景观会变得非常的宁静 然后你回到家里面 整个心情可以放松下 就沉淀下来了 对 就忘记了一些烦恼 是不是真的像这样 是的 但相对有没有价位高了一些些 其实呢 就整个新店来看 大家可能听到壁潭会觉得说 它是风景区 是 但其实呢 壁潭 它的这个位置来说 应该是新店中轴线北新路上的新店站 也就是说新店最热闹的一条路 就叫做北新路 那这是 如果说你讲说面河井的话 要在市中心 大概新店就是属 新店站壁潭这个地方 对啦 面河井通常都比较属于郊区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它这边是靠近 你说在这里靠近的是 靠近新店老街这儿 对 其实它就是新店捷运站出来 那当然旁边还有新店老街跟光明商圈 也就是新店最早最早的 一个开发区块就在这边 所以这个区块是用走路它就会到了 对 全部都是200公尺 200公尺到捷运站 200公尺到老街 200公尺到大润发 都是走路都可以到的 也就是说 你只要走路就可以到河边 当然刚刚 真的清水啦 对 刚刚的那个影片里面也有讲到 走路也可以到美河山 都一样 就是有山有水还有捷运 所以它是水岸第一排的 这也算水岸第一排 应该是说我们前面还有一些旧房子 大概是10 我们是抓大概12楼以上 这个案子大概就可以看得到 面壁谈的警官 都汇区的水岸宅 现在正行 都汇区到底长什么样子 它还破亿万 请韩竹带我去看看 回到家就是想要有放松的感觉 而水岸景观就能真正的 让人的身心都能慢下来 在大家印象中中 中永河 双河地区 都是人口很稠密 涌集的地方 不过很难想象的是 在中河的华中桥西侧这一带 也能有这样子的水岸景观好宅 我们这个点刚好在双北整个区域 这个土地面积来看 我们刚好这个点是在正中心点 那我们又有因为快速道路的加值 然后它可以串联6465的一个高架引道 所以交通上面是四通八达 我要去到哪里 大概几乎都是10分钟里内可以完成 在中河最大的豪宅 这边是两栋独栋的双坪大楼 让人觉得很难得的是 这里都是单户单电梯的格局 所以隐秘性很高 能够保有自我空间 而坪数也是大格局破百坪 我们进来的这间有141坪 想要在家里追赶跑跳碰 都不是问题 不过就算坪数很大 可以跑来跑去 我相信很多人 应该都宁可静静地欣赏窗外 看出去的景观 而且是每一户都有 像这边看出去 哇 是新电锡的第一排 视野非常辽阔 像是星光三月 阳明山 观音山 全部都看得见 而且从近到远 像有水井 树井 城市景观 还有台北盆地的周边山景 所以其实看出去是非常有层次感 现在的人 其实都住在一个水泥叢林里面 没有一个大洞区 大绿地 那更难得的是 我们这里拥有一个正对面 就是一个艳雅公园 看来想要住豪宅 现在不一定要在台北市中心 其实在新北市 又是另外一种 完全不同的幸福感呢 我们要挑这个水岸宅 刚刚讲的这么多地方 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美港 我请教一下欣燕老师 到底你挑水岸宅 要注意些什么 第一个 我觉得 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 河岸第一排 就是说如果它 现在盖起来是第一排 可是它前面还有一块 很大块的空地 可能现在是停车场 或者是画这个 临时的公园在那边 你要注意它是不是 真正的一个河岸第一排 就是位资的风险 对 那如果确实是的话 这个问题被解决了 我接下来就很好 接下来要看 因为这个才会决定 它将来是不是能够抗跌 然后保值 更重要的是 当然 因为河岸宅各位要知道 楼层越高 它的价值越高 所以你要注意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常常河岸会面对 前面会有马路你知道吗 那你马路会很吵 那如果楼层越高 当然影响就越低 所以当然高楼层的价格 会相当的越来越好 而且它在河旁边 会不会风比较大 那个没有关系 我觉得现在的建材 不管是它在 那么多久 就会有点准备